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23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今天很多精彩節目 盡在我們的後備頻道 升旗易得道 你現在看的是我們的主頻道 升旗易得道 不過我們主頻道就現在沒有辦法廣播了 所以只能夠在後備頻道 廣播 請大家稍微播過來 今天精彩節目就是 李家超竟然有277萬香港人不滿意他 而且 我們看到那個是一個文匯報委託的一個報告 竟然 跟國情差那麼遠 原來香港人 對於這個特區政府 是有超過110萬人極度不滿 甚至乎要推翻他 你想想 香港怎麼管治呢 搞得民不聊生 人人都討論李家超 很多人敢怒不敢言 好了 還有 還有 可伯原來有層樂湖居 這個我覺得 不是很合理的 因為如果一個人 還是拿著一層樓 起碼幾百萬價值的樓 不是這樣的款式的 不會說吃老婆 穿老婆 住老婆的 肯定 一層樓 即使有 也是過去式 不是現在式 而且很大機會就是當時 欠人錢 賣了一層樓 那筆錢拿來做定期 而不定期不過去手 你只是拿裡面的利息給你做生活費 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香港的樓市一直越來越沉 九龍區推出了新盤 在長沙灣大單邊 竟然出現零成膠 這個可能是法治商不出名 行和鑽石大廈 行和珠寶 屬於陳勝澤 行和珠寶 陳勝澤就過了身 現在由他們的後人去打理 不過 排頭不夠 未必有經紀幫到手 或者開價 定得太過進取 也是影響到他成交不了的原因 樓市看來也沒甚麼起色 我們看到中國 就說要把台獨的頑固份子判死刑 外面的人就矛頭直指賴清德 賴清德是不是很頑固呢 我想黃仁芬更頑固呢 他身為世界的巨富 而且他公司一度成為超越微軟的世界第一公司 竟然 就說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那麼重要的宣示 這個惡劣影響 如果你中共不判他死刑 其實你就是紫老虎來啦 你想嚇誰 你嚇不了人啦 曾經去到日本 蛤尿的愛國網紅 接著鐵頭 回到大陸 仍然飽受鐵拳 為什麼呢 因為他當時為甚麼去日本做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大陸被封了帳號 找不到吃 沒辦法直播大貨賺錢 結果他就挺而走協 做著紅衛兵的事情 搞扶清滅羊 搞去日本蛤尿 結果行為犯了眾爭 回到大陸 雖然有很多人當他是民族英雄 但是原來 把這個惡劣和民族英雄捆放在一起 這個民族也算夠了 惡劣就是英雄 你們是甚麼國家 但是我們看到大陸的微博仍然不肯解封他的帳號 基本上 愛國 人家也拋棄你啦 大陸 不單止是 民企經濟差 連國企也不行 大陸有很多國企出現代光通知 叫你回家練先 他會出現基本的月薪給你 可能是1000多元 但是還要扣五險一金 扣扣賣賣 可能是沒有多少錢 如果五險一金的比例多的話 其實你還要貼回頭 所以 在家做甚麼 練先 不要吃飯 試一下 三年不吃飯 六年不吃飯 會不會收成正果 像黃大仙那樣得道呢 那麼多精彩節目 盡在星期二日報 多謝大家過去看看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着以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酒店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いる酒店負責人聯絡 观众其 auntukw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